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财经节目 今天的新闻可谓精彩分成 首先 新华保险的前党委书记李全 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 中央纪委的调查揭露了他在职期间的多项违规行为 接下来光伏行业的巨头朱贡山 在苏州国际科创大会上宣布了130亿的投资计划 旨在推动钙态矿光伏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地方经济 最后 爱奇艺在面对长视频市场的激烈竞争 推出了一系列创新举措 力求在内容创作和科技应用上脱颖而出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网易报道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原党委书记 董事长林全因严重违纪违法行为被开除党籍 经过调查 李全被发现对抗组织审查 接受宴请以影响公务公正 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 收受礼品礼金 并利用职务便利 进行全情交易 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严重侵吞公共财物 严重侵吞公共财物 对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 李全的行为不仅违反了党的纪律 还涉嫌贪污与受贿 最终决定给予其开除党籍处分 并将其涉嫌犯罪问题 移送检查机关 在光伏产业方面 网易财经报道了光伏大朗 朱贡山在苏州国际科创大会上 发布的投资计划 他将联手各级政府 设立131的盖泰矿产业投资基金 计划在昆山建设 20GW的盖泰矿光伏组建项目 朱贡山早在2016年便开始布局盖泰矿 收购了国内首家 从事该技术研发的企业 推动了协星光电的成立与发展 近年来 盖泰矿技术迅速发展 吸引了大量投资者的关注 协星光电也获得了腾讯等顶级机构的支持 计划到2026年实现光伏产业的重大突破 周韶华的专访中 他分享了自己作为中国水墨化革新代表的艺术历程 出生于山东的他 经历了家庭变故与战火 塑造了其坚论的性格与独特的艺术视角 作为气势派山水化的创始人 周韶华以黄河长江等自然景观为创作主题 强调艺术创作必须全身心投入 他在国际艺术交流中 努力将东西方艺术元素融合 导持中国化的精神内核 他鼓励年轻艺术家认真对待创作 深入挖掘民族文化 追求高质量的艺术成果 传承与发扬中华文化 网易报道 而股市场在9月30日 迎来了强劲的反弹 户指成功 占上3300点 涨幅超过8% 深圳层子和创业板子 分别上涨超过10%和15% 当天沪生两市成交额突破2 6万亿元 创下历史新高 超过5300支个股上涨 券商和房地产板块表现尤为突出 券商板块几乎全线涨停 投资者的入市热情激张 营业部新开户数量增长显著 部分券商的交易软件 因交易量过大出现故障 但很快恢复正常 此外 房地产板块因央行出台的利好政策 而强势拉升 多支地产股竞价涨停 强帮新财在而股市场即将上市 成为印刷板材领域的第一股 该公司成立于2010年 经过近20年的发展 已成为国内最大的印刷板材制造商之一 具备与国际竞争对手竞争的能力 强帮新财计划公开发行4000万股 募资6.68亿元 资金主要用于环保印刷板材的产能扩建 研发中心建设及智能化技术改造 公司已掌握多种印刷板材的生产工艺 拥有86项分利 其中包括29项发明分利 显示出其在技术上的优势 随着柔版印刷市场的逐渐新期 强帮新财的柔性板材产品 也展现出良好的增长潜力 待国庆节假期即将来临之际 市场对于节后行情的预期备受关注 私募起狗调查显示 大多数私募持乐观态度 认为在政策利好的推动下 市场将逐步回稳并反弹 敦西西施指出 国庆节后股上涨的概率较大 主要受益于政策的支持 以及外部经济数据的影响 当前市场流动性预期改善 加上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 消费端数据有望回升 房地产政策的释放将进一步刺激内需 提升市场基本面预期 因此尽管市场短期内经历了快速上涨 整体布置仍然合理 投资者可继续关注中长期的配置金费 网易在国庆长假前的最后交易日 中国交易日 在长假期的最后交易日 指数和上证中值的涨幅均超过8% 创下2008年以来的最大盘中涨幅 成交额更是达到历史新高 达到59万亿元人民币 这一波上涨得益于近期楼市放松限购政策的刺激 投资者纷纷涌入股市 推动了股进入技术性牛市 同时港股也受此影响 恒生指数和恒生科技指数均出现显著上涨 显示出中资券商股和房地产开发板块的强劲表现 市场信心显著回暖 网易在面对长视频行业的竞争压力 爱奇艺在2024爱奇艺IJOY初级月选会上提出了应对策略 强调内容质量的重要性 公司系翼欧公余指出 长距市场正在经历急速缩短和短距崛起的趋势 爱奇艺计划推出超过300部新剧 涵盖多种题材以吸引观众 爱奇艺还将利用II技术提升用户互动体验 并致力于内容的全球化传播 此外 爱奇艺希望通过与品牌的深度合作 借助情绪 共鸣与场景营销 帮助品牌实现更好的市场表现 展现出其在内容创作和品牌营销上的创新虚录 网易 中国 新茶饮品牌纷纷涌入香港市场 霸王茶几和茶百道等品牌近期在香港开设手店 霸王茶几在市营业期间销售近1万杯 显示出香港市场的潜力和消费者的热情 业内分析认为香港的茶饮市场相较于内地竞争较小 为新品牌提供了成长空间 霸王茶几和茶百道的成功胎店 不仅得益于香港核心商区的低租金 还为品牌的国际化布局奠定了基础 随着市场的扩展 这些品牌的供应链和管理挑战也将增加 未来的发展值得关注 网易报道 而股市场在今天的表现可谓是异乎寻常 三大指数齐齐暴涨 故此重回3300点 深层指额创业板指更是分别上涨超10%和15% 这波上涨让市场参与者兴奋不已 成交额接近历史新高 超过700只个股涨停 尤其是半导体和地产股表现强劲 贵州茅台的成交额更是突破270亿元 而与此同时日本股市却遭遇了黑色星期一 日经225指数暴跌近5% 这次暴跌主要是由于新任自民党总裁石破茂的当选引发的市场担忧 分析师指出日本市场的表现往往与中国市场成像关系 这起情况的变化给日本市场带来了压力 中国基金报专访了协城集团副总裁秦敬 探讨旅游行业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 秦敬提到 协城正在通过科技创新推动新制生产力的发展 比如利用人工智能提升客服体验 并推出度假农装等新产品 促进乡村旅游的高品质供给 协城还特别关注引发人群的需求 推出协城老友会品牌提供专属旅游产品和服务 此外协城在技术研发上的投入不断增加 2023年研发费用达121亿元 约占净营业收入的27% 秦敬表示 协城将继续利用其强大的全球旅游供应链和服务优势 抓住跨境游的增长机遇 在电商领域关于紧退款政策的讨论 引发了卖家的广泛关注 最初由拼多多推出的这一政策 旨在保护消费者权益 但随着电商市场的变革越来越多的平台开始跟进 大兴提到紧退款政策的存在仍然是必要的 尤其是在打击假货和保护消费者权益方面 然而 这一政策也让许多商家感到困扰 因为它可能导致商家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 大兴分析了拼多多在这一领域的成功与挑战 认为平台需要在保护消费者和知识商家之间找到平衡 以促进整个电商生态的健康发展 网易财经报道 香港恒生指数在9月30日收涨2.45% 更是上涨了6% 地产股和中资券商股表现突出 融创中国的股价暴涨超过55% 复利地产也上涨了34%以上 光大证券和中国银河的股价同样表现不俗 分别上涨25%和25%和21% 此外 东方征选和未来的股价也分别上涨了近24%和超过16% 这一波涨势显示出市场对地产和科技股的强烈信心 反映出投资者对未来经济复苏的乐观语气 在课经文旅的分析中 随着黄金洲的临近 国内航空市场正在经历一场变革 东方航空的首航航班上海威尼斯 标志着中意之间的首次定期直飞航舰的开筒 显示出国际航班的逐步恢复 然而许多外国航空公司 如达美航空和维珍大西洋 纷纷申请停飞往返中国的航班 面临飞行时间和成本的双重压力 这位国内航空公司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市场机会 尽管他们的股价仍受亏损影响 但随着国际航班的恢复 客运收入有望改善 分析人士认为 国内航司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 可能不会长期持续 需警惕潜在的贸易限制 网易财经还深入探讨了金字火腿的困境 及其未来发展策略 作为中式火腿行业的龙头企业 金字火腿在经历了多次跨界尝试后 急需回归主业 专注于火腿产品的研发和品牌介绍 随着中国火腿市场的快速增长 金字火腿应利用自身的品牌底蕴和市场需求 提升品牌价值台词 此外金字火腿还需进行组织变革 吸引高素质人差 提升管理水平 通过整合资源和创新营销策略 金字火腿有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重新崛起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收集 整理到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